跌破100美元 短短两个月 铁矿石价格已经快腰斩了 人标题 跌破100美元 铁矿石期货本周下跌于20% 自5月份触顶以来 已经跌价了于一半 与日飙升至13年高点 天然气价格持续创新高 煤炭期货也创新高相比 铁矿石正成为表现最差的主要大宗商品之一 9月17日周五围股盘前十几分钟时 新加坡铁矿石指数期货主力合约 跌破100美元每吨 低超7% 创2020年7月以来的14个月最低水平 受死影响 美股小福低开 铁矿石概念股普跌 逼合逼拓 利托均跌超3%